全生中一針9 301-919-9898 5月6号由Sun Globe Media主办的《阳光时代》新媒体论坛在马州洛克威尔的Civic Center举行 画府与临近州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代表多有出息 来自中国的天麦剧园集团 总战略规划师瑞斌做了新媒体时代特征与商机的演讲 这位出身华为与上海文广集团的媒体人 对于媒体与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媒体时代的把握显然更加独到 他提到了媒体传播的规律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使用手机与电脑的比例逐渐发生了倒换 这极大的增加了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受众群以及带来的广阔市场空间 同时他认为新媒体时代是碎片化信息时代 多屏幕时代 接受信息同时创造信息的时代 可以这边把在美国的这些包括孩子的教育 包括房产的信息 包括这边的文化的东西 更多的能够带到中国这样巨大市场里边 那我相信对这个自媒体的发展会有更大的一个用户群 更大的一个受众 而旗下拥有桑TV电视平台的桑格罗布Media 北美CEO Allen也发表了演讲 他介绍了桑格罗布Media的新技术 他认为交互式体验是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 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于海外新媒体的发展 Allen这样认为 此外 中国电信北美分部经理孙峰也参与了论坛 代表了网络提供商与新媒体的合作 著名微信公号VERY1XNYC的创始人王大宝 从纽约赶来 与大家分享了他创业的动机和经历 他被誉为纽约第一时尚博主 仅凭两人之力就创立了微信公号VERY1XNYC 用一年时间就吸引了微信关注将近2万人 最深刻的就是刚创办公众号的时候 可能有两三个月你是在摸索阶段 是寻找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风格的 我觉得最重要两个字就是真实 其实就是我当时也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然后当时在找工作 然后遇到了很多困扰 我就觉得我身边很多的跟我一样的年轻人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生活背景经历 然后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些公众号的市场 然后发现没有人在做这个东西 有一个市场空缺 华府地区新兴自媒体 一之声广播创始人显峰薛一 也首次面对镜头 当初创办这个网络电台的一些想法 现在这个信息是越来越脆变化 传统媒体已经是很难满足人们去 去去去贺取信息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媒体是 我认为是天主是很不错的 现在的文字确实是太多了 我们觉得呢 有的时候你的眼睛真的是看不过来 我们就想呢 能不能就是用一种听的方式 让大家就是 就是没有眼睛那么劳累的情况下 也能获取一些知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开办了这个一之声广播 特别我们华府地区没有 现在还没有比较专业的中文广播 那么很多人他们上下班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没什么东西可听 还有就是做菜我们 我们收了很多这样的人的信息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弄起来 把人的眼睛解放出来 你只需要用耳朵就可以了 本次论坛大家畅所欲言 深入探讨了新媒体的现状 机遇困难和挑战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尽管新媒体这一新兴事物 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盈利模式也尚待成型 未来方向也有些许未知 但大家都认为 媒体的创新和多样化 人机交互是不可改变的潮流 人们已然身处新媒体时代当中 ACM记者马里兰 洛克威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